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次我介绍一间下铺常居一个很适合的店 为什么适合? 整间店里齐了所有的食物 都是120万港元左右 为什么这么划算? 因为这里的屋价其实不是很高 而业主也是不会再做的 所以他愿意用屋价不计生意来释手出去 所以这个是比较爽的价格 还有如果你说给不到120万港元左右 租不开物租店可以考虑一下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 我们可以一起谈谈的 不过我们先看看这间店铺 首先这间店铺一进来 你看到一个空间位置叫counter 就是那些人进来户口位 下order就是这里下的 全部用瓷砖去包围四面 为什么? 因为方便清洁 这个是很重要的 窗帽对着大家 而后面这里呢 就是薯仔楼的位置 薯仔楼的位置 当然很重要的 因为你要买fishing chip 人们说fishing chip怎么做 原料博物怎么做 其实你可以自己去批薯仔 或者你买薯仔回去自己去摘一下 也可以 这个就是这些炉头工具 当然每天要service 每天要做些东西 就是每天要做些东西 而这个就是那个menu 给大家看 你不需要跟着这个menu 你自己订都可以 这些就是工具包围 你看到什么在这里 已经包了 因为店主真的整天是放出去的 所以冰箱这些炉全部包在这里 后面呢 就是厨房了 厨房那里呢 其实他用了传统的炉 那些炉 当然是火炉 这些是gas炉的 你看到呢 是有很多炉头 这些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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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限电的 因为煤气才有力 最贵呢 其实是上面这个抽油烟机的炉 当然这个也要service 暂时还要work 当然你要买的时候 留意一下 可能要弄干净它 很方便的 放马位 洗手 这些地方都是放假餐的 全部包了 全部放假餐 当然这么够的 是啊 是这么够的 因为外卖店 你不是一间餐厅 你是这么够的 这些东西 这些风柜 风柜 很多风柜 全部包了 我们测试过整治 不过就算扔掉它 也有限钱 因为最重要的那个柜 反而是这些硬柜 他们有些叫做棺材柜 有些是棺材柜 这些就是很普遍的手手盆 看到这么大 方便解冻用 然后出来 如果你真是自己去磨薯仔 打薯仔 这里就是 里面就是了 包了工具 不过可惜今天我们看不到 因为锁住了 我们下线大家看看 这个机会的话 里面都是这个大尺 这大尺多大呢 其实这个位置 大概有100多尺 这里 那厨房刚才有多大 厨房位置 其实厨房位置 100尺左右 至150尺左右 视乎你的楼 怎么计法位置 而Counter Wi-Fi 大一点 差不多300尺 所以整个面积 下面300 这到800 再加上600 加上700 大概700 其实很长 虽然不是很幅 但是很长 那我们先看看楼上 楼上可以住 那我们上到来的时候 你有听到一些木板 其实是很正常的事 因为这些是用木板 去整个楼梯 那我们在右手边这间房 里面都是摆一些杂物 这里之前有个窗 说它铁了 还有很多朋友都问 为何贴花放这里 是这样的 是不是漏水 这些不是漏水的 是style 设计是这样的 它游完游 然后用一个油測 或者刷 刷刷它 那就很有功感 对不对 那你说其他地方 这里有什么要收拾 其实是墙 你喜欢游 都可以 但不要预测 我买店 这么漂亮的装修 这是很正常的事 到来之后 其实还有第二间房 就是这里 这间房 其实比较近的房 装修可能要试正一点 看到有窗 也都看到 这里的瓷砖楼抬了一点 位置 不过 这里有少少瑕疵位 这些可以 大家看看这里 我们看到的时候 上面已经流水了 一段时间 这些要处理一下 但是问题不大 这里只不过上面 就可以了 好了 那洗手间在哪里 就是两间房间的中间位置 这些房间是最适合的 因为它全部用了瓷砖 未必是你的风格 但是这里绝对是可以够用的 有几个风机在上面 但是没有地板 还有 所以上面 比如说 上来自己读一下书 然后 在洗手间 留下 就是这样的生活 基本上是 现金物业 可以做了三四千磅的生意 每个星期 那就很多了 当然它要开午餐 开晚上 但是都是不做生锅 而上一手 它们也都是 做了几个小的时间 但是做二千多磅生意 因为它已经舊了 它都是两宫可做 所以现金物业 你是很有potential 很难做歌 三四千磅生意 不足够 为什么呢 这里是外面的主管路大街 旁边是一个hospital 人来人往 当然你说附近都有其他按摩 是的 因为整个可以有这么多生意 甚至全部都是折扎类 这很重要 所以如果你真的买来做 你即可开午餐厅 或者开午餐厅 特别送餐那只 看看你们可不可以做三四千磅生意 不过我个人建议就是 算不算你做好了 本身二千多磅生意 这方面慢慢做上会会比较好 都给你放弃